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农小蒋,我要来了 有两天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 因为这两天时间实在是太忙太忙了 真的是没有时间来拍这个小视频 当然我也会出时间坚持咱们拍拍视频 接下来咱们看看我身后这些菊花 已经种上有20天了吧 摆盆摆上有20天了 咱们看一下这菊花长势怎么样 可能朋友们没有这个 怎么说呢 看不出来它们长势怎么样 没有这个尺寸 针对于咱们卖花的人来说 目前长势是非常喜人的 是非常不错的 就比如说这些品种菊 目前这些品种菊 是不是 然后它现在已经在生长期了 这个20天 它现在别看它的苗现在这么小 它已经扎根了 接下来朋友们听一听 它扎根的声音是多么的美妙啊 仔细听 这上面这些小细毛嘛 这就是它的毛细根啊 这就是它毛细根 扎的特别快 只要肥料上的好 倍儿棒 多漂亮多漂亮 瞅瞅这边呢 这个是切花啊 瞅瞅 哎呀非常完美 今年这花不错 今年这花不错 它绝对也扎根了 咱们就不拔了啊 以免它伤根 这个养什么花呢 苗好啊是关键 再一个关键就是施肥的这个把握程度 施肥也很重要很重要啊 如果说想把花养的好 你不能不管它 你必须要施肥啊 包括 基本所有的花都要施肥 施肥它能长得更好更棒 知道吧 然后接下来咱们就看一眼这个月季 没有施肥的月季 长得怎么样 目前这些就是咱们早期 卖月季时候剩下的 开拜之后剩下的 拉回来剪枝之后 然后一直放这没有动 只浇水 不施肥不拔草 长成这么个样 朋友们 这花开的怎么啦 有什么问题吗 一点问题没有 当然除了草多点之外 因为我们不卖它了嘛 不卖它了 然后现在种菊花 所以说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管它 咱们后期会 后期会管它啊 然后这些花目前来说这涨势 就问朋友们 这花儿长得怎么啦 这花儿长得怎么啦 不施肥又怎么啦 是不是 当然朋友们该说了啊 你这个 你刚说完是吧 那花儿 所有的花儿都必须得施肥 哎 你这不施肥怎么长这么好 是不是 我现在后面这一片 密度摆得有点密啊 有点稠了 如果说密度再稀一点 草再拔了 它长是更好 它现在的高度啊 平均高度已经到我膝盖了 平均高度已经到我膝盖了 当然我现在没法 没法给你们展示它的高度啊 已经到我膝盖了 嗯 为什么它能长成这么样呢 朋友们 看我种的是什么地方 是土地里吧 朋友们 月季种在土地里 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地方 啊 月季最最适合地灾 朋友们 你们买回一个月之后 你们种在地里啊 种在地里 绝对比你种在盆里 甭管你那盆放在什么地方 绝对要好的多的多 真的 当有些有些 包括我的有些顾客有过来说 哎呀 从今天买的月季 我们都养了一段时间 怎么回事啊 这是这都不行了 这都是吧 然后我就说 哎我就说怎么回事呢 那你拍个照片过来 我看看那什么样吧 啪照片发过来了 然后我一看好家伙 你知道它放哪了 它放在室外的水泥地上 知道吧 室外的水泥地上 你这不开玩笑吗 是吧 现在什么天啊 什么温度是吧 就算一个月之前那温度也挺高啊 大白天的时候 那水泥地 那太阳一晒 那温度得多高 你把月季放内上了 那你说那月季不死 对不起那水泥地 是吧 你知道你放的不是地 是吧 你说你放阳台上还行 是吧 你放在你那个 哪怕你放在楼底上 楼底上 虽然说温度也高 但楼底上肯定有土啊 是不是 你放在水泥地上 好 就那么一盆 那白天一晒 那地下 那么热 是吧 什么花也不能放那儿啊 是不是 朋友们 所以说 哎呀这个东西你放在哪儿 也是很有讲究的 最最适合的地方 就是放在 no 土地里边 就土地里边 还有一个 如果说我要给他施肥精心照料的话 那么他的长势朋友们 会比这要高好几个档次 好几个档次 就是因为咱们现在月季过季节了 咱们不卖了 所以说 也一直一直没有照料他 因为咱们主要现在就是 no 就是这一片菊花嘛 咱们要弄菊花 所以说这月季 就临时不管他了 就剩这点了 那边那三个棚呢 这边这三个棚 都收拾出来 都收拾到那个大棚里边了 月季已经收拾完了 现在马上离地 把地离一下 然后平一下 咱们就开始继续摆咱们的菊花 咱们的菊花还有一部分没摆完呢 然后 朋友们有什么需要咨询的 菊花月季方面的 可以随时咨询我 然后关于肥料啊 什么杀虫啊 治病啊 或者怎么着的 小弟我知乎不达啊 然后小弟就尽我最大的可能来帮助咱们这些花友们 大家都那么喜欢花嘛 对吧 然后 咱们在九月份左右 咱们在九月份左右 就就是在这些菊花 含苞带放的时候 小弟我也来一场直播卖花试一试 然后 也请那些朋友们多多支持小弟一下吧 帮我点个赞 评个论呢 加个关注转个发是不是 动动咱们大伙的金之玉手 是不是 不费什么事啊 朋友们 小弟在这多谢了啊 然后咱们如果说把直播搞起来了 但是咱们首场直播咱们也送花 是不是 咱们也蹭一蹭热门 是不是 直播送花 朋友们 这期视频就这样 拜拜 拜拜 拜拜